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开始 我17年之前啊 在1516年我就网络比较流行 我做了个节目叫东哥腊瓶 现在也有 那会儿在国内放东哥腊瓶 非常火 整个中国武术界都会知道我的腊瓶 我做的这个网络节目 因为我说真话 我揭示了很多甲醛 所以很多喜欢朋友们都喜欢看 包括中国很多赛事的大佬 CEO 我都可以随便的去采访他们 他们也希望通过我的东哥腊瓶的平台 把他们的比赛推广到全中国 那么 我采访形形色色的人 有比赛的创始人 有现代国籍的选手 也有传统武术的选手 当时就准备采访雷雷 但是采访雷雷的时候 因为要采访他的时间 有一些出入 再加上 他雷雷跟我另外一个要采访的人 叫赵继龙 澳大利亚籍的华人 他们俩有一些争执 雷雷一看 我要采访他不喜欢的人 所以 他批评我说怎么样采访赵继龙 我说赵继龙叫无极太极 你这个呢 是雷公太极 我都想了解 他说不行 你要采访我就不能采访他 我说那不行 我是做节目的 独立做节目的人 你们俩我都要采访 答应好了 好了雷雷呢 就是我没有争执起来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雷雷呢 还有出现了一个单手破裸脚 他说单手可以把裸脚破了 我们俩在网上就起了争执 起争执 其实没关系 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打他的原因是 他把我的电话 和我网络的 我私人的信息 都公布了在他的微博上 我导致我的网上 接受到二三百个电话 对我进行辱骂呀骚扰 我非常生气 而且我又是一个 行动能力很强的人 说到做到 所以我就说 我必须要打你 既然你能单手破裸脚 既然你雷公太极那么厉害 又上了中国CCTV的节目 OK那咱们就打吧 他同意了 我就 我自己买的机票 飞到了成都 谁都不认识 自己跑了 他在CCTV节目 是你们有这个比赛之前 是不是 对 之前半年到一年了 这个不是赵继龙的 赵继龙的寻找什么中国真功夫 对呀 所以为什么他们以后关系不好 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分赃不均 钱的问题 这两个人谈崩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 在CCTV的电视剧 你感觉是 假的 什么方面 各方面 他的脸就一张假脸 我认为 全是假的 所以你觉得他之前已经给全世界可以去 因为这个CCTV的节目已经在全世界 CCTV4 它是国际频道 是向全世界发的 所以他已经给全世界看他几个方法 是假方法 对 他欺骗了全世界 OK 那这个 他不是一个人做这个事情 也有 还有他的老师 我只看见的是这样 那你打完跟威蕾打完这个比赛第二天 你觉得有那么火以后 有那么大的问题出来吗 我没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中国的一个简单的比武切磋 中国武林的事 不涉及到任何的什么政治 什么社会舆论 我认为不涉及 所以我没有在意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出来那么大 谁知道 因为他们某些部门那会可能推什么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武术呢又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我打了传统武术当中的代表的代表太极 所以有很多人会断章取义 来误解我打假 而认为我是某些国外邪恶势力派来攻击中国传统文明的 他们这样迫害我很恶毒 那你没有这个想法 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 我当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邪恶势力 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外国派来的什么这那的 根本就不懂我就是一个老的北京人 就是一打拳的 就这么简简单单打了一个骗子就这么简单单 因为我我自己感觉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想你是一个 MMA的代表 然后MMA不是中国的那个武术 然后威蕾是是一个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代表 所以你打他就是外国的东西打中国的东西也不好 你感觉有这个有关系 我没有感觉 因为我不是MMA的代表 我只是练MMA 但我不代表MMA 我代表我自己 我就打骗子 为什么打雷雷 因为他把我电话公布出去了 让我受到了好几天晚上的骚扰 我特别生气 我就打这个骗子 仅此而已 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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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住你 感谢观看